好 好 来那个第二页 第一题 来第六题 先让看第六题 下次你们收的时候 麻烦你们 这页是最后页对不对 你夹的时候 就是直接这样子夹 你了解吗 不好意思 好 我当下老师 不太认真在听 好 你就是 你就是把它这样子夹 写到哪一页就夹哪一页 我再看的时候就会很快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不是不记得 要不时间改到那里 不好意思 我应该要每天都要改 对不对 好 来第六题 每天收当然是想要每天看 所以每天认真写 会认真看 好不好 但是 不好意思 昨天没有看 好 第六题 符号 是拿来做什么的 回答看看 学到国三了 你回答他出来吗 很难说 符号可以拿来干什么 现在淑珍不是有来吗 怎么消失 我好像有看到 我看他分身吗 好 那个 符号 写啊 写上去有不敢 你会不会 你就是给我写 什么符号是拿来干嘛的 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拿来做正负的 拿来做正负的 我给我无聊的 符号是拿来干嘛的 对称的 那复数又拿来干什么的 负数 负数有什么功用 泰 那个 来 我这样走 对不对 我走到这里 然后我在 这样是不是就还原了 对了 时间没有还原 我走到这边 一二三四 四步 对不对 我要还原就要 倒退 一 二 三 四 这样 好 再一次 一 二 三 四 这样可以吗 再一次 倒退 一 二 三 四 有一样了吗 重点不就是时间 我从这边走到那也是四步 对不对 从那边走回来也是四步 请问一下 如果我告诉你 我只告诉你我走四步 你知道我是怎么走的吗 等一下 我刚才已经说我是走的 如果我告诉你我走四步 请问一下 你知道我怎么走的吗 对啊 不知道吗 了解我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是从这走到那 还是从那走到那 还是从那走到那 你如果没看到 我只会用说的用说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走的 不知道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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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走去 到从这走来 我这样走四步 你也走四步 这两个分位清楚还不是 我为了要能够分清楚 对 我为了要分清楚 我要能够分清楚 我就可以 诶 你要把哪一个加符号 你送我好 我不喜欢你用那个字眼 虽然你讲的是对的 这两个 你选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不说 往上 就正 往下 就负 没有这种事情 那个符号 符号只是拿来干嘛 符号拿来干嘛 告诉人家什么 告诉人家什么 告诉人家方向吗 没有讲完整 这个符号的功能 在讲什么 我加的这个符号 跟我没有加这个符号 这两个 什么关系 对 相反 我加的这个符号 符号是代表 我做的事情 是你这个做的事情的电头并 很重要 符号 符号在呈现相反的意思 来 图包含这两个字 写上去 画上去 很重要 符号的功能 符号的功能 是在呈现相反 在讲相反的东西 在讲电头并的东西 不然我们说不清楚 同样是走四步 你都说四步 我哪知道你是怎样走 我不知道 你先说清楚 怎么走是正 哪一种走法就叫做负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 我就可以很清楚 你讲四跟负四 负四就是四的相反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四就是负四的相反 刚刚这个图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我刚刚这样走过去对不对 然后再走回来对不对 请问一下走去再走回来 我去的时候是 回来的时候就叫做负四 发生了什么事 对 你厉害 所以 负号 好没关系 负号 你很厉害喔 负号 负号本身具有相反的意思 当他加上这个数字之后 我往这边走 是再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回到这里了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负号做的事情 根本的定义没做 那不是 是不是这样 我回家到这 这个回家回去 我定义就没走嘛 其实有走啦 要不然你如果不知道我怎么在做什么 你只看到我站在这里嘛 我刚刚做的动作等于没了嘛 了解吗 所以 四 跟负四 这两个会怎么样 抵消 变多少 写上去 非常的重要 负数拿来干什么 负数拿来跟正数可以互相抵消 非常的重要 没有 因为他们是相反 收工有材料抵消 回复原状 要看那个啊 要看数字啊 对吧 但是他确实是有一个抵消的功能在 负数 主要是拿来跟正数做抵消用 好好的写好 好 好 那现在如果我们 那个 如果我们学校发行那个优点卡跟缺点卡 你如果表现好 我就给你一张优点卡 你如果表现不好 我就给你一张缺点卡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可以玩什么 哈哈哈哈 好 好 然后 结果呢 诶 优点卡跟缺点卡 会抵消 好啦 一张优点卡 一张优点卡 抵消 很像那个 记过 记过 记过之后 如果 就可以消过 通常 记过之后 其实那个痕迹都在那里 都是 其实都是记在那里 所谓的消过 是不是真的 记录都不见了呢 不知道呢 好 有做过的事情 有可能没去吗 有可能 你有做过的 坏事还是好事 记录永远都在 至少都永远留在你的心里面 不管记录有没有写下 对不对 有做过的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说你曾经做过的事情 一定留下记录 至于那个记录 当然纸面上可能会弄掉了 可是那个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 好 但是我们说 记一只小过 我们要透过一只小工 来把它工过相抵 对不对 像 工过相抵 对啊 像我们那个超额比序就有嘛 对啊 超额比序工过可以相抵 抵完之后 如果你抵完之后 你还有小过的话 你就几分而已 蛤 我记得分数蛮低的 对啊 不知道有两分吗 没有 没有啦 哪个我小过好像 没有 对好像没分 对 反正就是 你工过相抵 所以 你表现好 就给你一只加奖 表现不好 给你一只警告 可以啦 那一只加奖 跟一只警告 可以抵上嘛 那你也可以说 好 那今天如果 今天如果 我们还是优点卡 优点卡比较好想 不然你还要想三只小工 跟一只警告 好 好 我们现在只讲 我们现在只讲 警告跟家长 你先不要跟我讲小工 大工那些喔 那可要换圣 先不换圣好不好 这样了解我在讲什么 好 现在 如果呢 那个俊智 到学期结束的时候 在学期结束之前 他当然有收集一堆了嘛 收集一堆 收集一堆小工跟 跟警告了嘛 假设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们讲这很可怕 优点卡跟缺点卡 听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可怕 那个警告 听起来就很可怕 对不对 所以还是优点卡 跟缺点卡的 好 优点卡 如果他已经收集了一堆 优点卡跟缺点卡 一堆 一堆一定是代表很多吗 不一定啦 一堆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东西里的辛苦 最后我们要来结算 那在结算之前 在结算之前 老师突然发现 他突然做了一件 突然发现他在路上 看到老人经过的时候 带着他走过去 哈哈哈哈 然后呢 然后老师一看之后 超级感动 所以就回来 就跟那个 跟那个俊子讲说 我要给你五支优点卡 这样子 然后结果老师摸摸口袋 去回去找一下他家里 回去找一下学务处 哇糟糕优点卡没了 怎么办 把他的确定卡拿五张回来 效果一样 对不对 对啦 再一次喔 我本来想要给俊治什么东西 我想要给他五张什么 我想要给他 我想要给他 我本来想要给他五张优点卡 结果呢 优点卡没了 我能不能有替代的做法 效果相同 怎么做 相当于是什么 对 我为俊治拿几张回来 拿回几张 拿回应该去拿掉嘛 把它拿走了对不对 拿走比较好还是拿掉比较好 都好 都好 好 拿走五张什么卡 缺点卡 缺点卡 效果安装 效果一样 好 讲得好 假设有 先假设有好不好 跟你们啊 你问得很好 所以 给五张优点卡的效果 跟拿走五张缺点卡的效果 是什么样的 一样的 可以齁 阿伴玻璃今天是陈俊龙对吧 结果呢 那今天 结果呢 他今天不知道做了什么 他有可能会做什么 不好的事情 打扫我临近吗 我知道了 他现在是不是在当那个 学业鼓掌对不对 他现在不是在做座位抽槽吗 没有抽槽了 没临近做 在这 好 假设如果他不认真做 他做的很不好 老师就是说好 那我就 他做的太不好 一次要给他九张缺点卡 一次要给他九张缺点卡 那他最后的结算结果是 分数会比较低 对了 请问一下 我除了 除了直接给他九张缺点卡 缺点卡 要我还可以怎么做 我没有优点卡 所以你不能够 我如果他 如果他表现不好 如果他表现不好 然后呢 我一次想要把他 一次想要给他 一次想要给 一次想要给 九张 这个老师真的 这样 很巧鬼 给九张缺点卡 很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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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老师通常没做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对陈俊隆就有可能 对 给九张缺点卡 换个方式 拿走 拿走什么 拿走什么 拿走谁 拿走九张什么 优点卡 来 把这个好好的写一写 这两句话好好的写一写 他们的效用相等 所谓的效用相等 是指结果相等 你要拿走我九张缺点卡 我如果是拿走九张缺点卡 相当于是给他几张优点卡 对 所以我应该现在拿走什么 拿走优点卡 我给你优点 我不要给你优点卡 我不要给你优点卡 写在第一题 这两个在讲什么呢 这两个在讲 你有没有发现 优点卡跟缺点卡 都要在底下嘛 它是相反的意思嘛 对不对 所以 我如果是给 我如果是给 如果我是给 如果我是给 如果我给A 相当于是拿走什么 会讲吗 如果我给A 相当于是拿走什么 拿走 给A 相当于是拿走 你看嘛 我想本来想要给你缺点卡嘛 换个方式就是直接拿走什么 优点卡 优点卡不是刚刚缺点卡的电头变吗 再来喔 我本来想给你优点卡 那我如果没有优点卡 那我就直接拿走缺点卡 所以我给你优点卡 这种效果跟我拿走缺点卡的相反 效果相同 我要给你缺点卡 我要给你缺点卡 这种效果相当于是我要拿走缺点卡的相反 缺点卡的相反相同 所以我如果要给你A 等于是我要拿走什么 A的什么 再一次喔 我要给你缺点卡 相当于是我拿走优点卡 对不对 可以喔 我拿走优点卡 相当于是我给你优点卡的相反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 我如果给你这一个 我如果本来想要给你这一个 那我没有这一个了 那我干脆就直接拿走什么 拿走A的什么 相反 写上去 这个代表什么 拿走A的相反 就叫做-A 来好好的写好 这三段好好的写好 我从这一边拿相当于是到另外一边给 在这一边拿相当于到另外一边给 大点对边 他要点对边 拿走五张优点卡的效果 相当于是什么 给你五张的什么缺点卡 注意哦 再来 拿走五张缺点卡 相当于是什么 我干脆就怎样 直接给你什么 五张优点卡 写上去 好好的写哦 9-5 9张优点卡 拿走五张优点卡 拿走优点卡 等于是给你缺点卡 拿掉什么 拿掉什么 等于是加上这个东西的相反 我如果拿掉的是缺点卡 那太好了嘛 我拿掉的是缺点卡 就变成是你等于是给我优点卡 我拿掉 减就是拿掉 拿掉缺点卡 相当于是给我优点卡 所以减掉负的叫做加 不叫做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很危险 为什么呢 负3加负2等于多少 负负得正3加2等于5 很多人会这样子 有些人有时候你们一计算 一紧张的时候 一紧张的时候负得正 那个四个字就出来 负负得正3加2等于5 糟糕了 这两个加负到底是什么 答案不是有啊 应该要瞎瞎瞎 负3加负2 负3加负2 这个是什么 他们两个是同一边的嘛 港国的嘛 有什么时候才会抵消啊 不同 不同边嘛 对吧 刚才电头变的那两边嘛 对吧 相反的那两边你才有可能抵消哦 所以他们两个是同一国的啊 同一国加负的当然 越加越多啊 所以负3加负2一定是多少 港国的都是这一国的 负号哪一国的 很重要啊 那我是说 你在算负3加负2 跟你在算 跟你在算什么其实是一样的 算这个和算这个其实是同一样的意思 这个是在负数那一国 这个是在负数的另外那一边的那一国 两个国家不一样都要点左边而已 都是在算3加2 这两个其实算法都同一样 好好的弄清楚哦 他如果是没间谷 相反 我就可以抵消 对吧 我抵消之后答案是 看谁更多嘛 就先存下来 对吧 你缺点卡这个啊 存下来存什么 存缺点卡 对吧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3加负2呢 答案就变多少 了解吗 把这4个自己举不同的数字写一遍 好 写在笔记本上 没有你没有诶 不好意思 我刚刚应该让你写笔记本 开门 没关系 为什么要控这一页 那下午快门 真的吗 我先利用几节课的时间 先建立一下你们对数字的感觉 你好好地利用这个时间 把它真的弄清楚 把它真的弄清楚 你本来就会算的 请你好好地想哦 好好的想哦 最怕的就是 你本来就会算 看你电动没听 台湾人专门在帮人家做代工 什么叫做代工 就是人先设计好 叫你去做 不是你想出来的 我们我们你们真的 我们真的 我们那个要自己训练自己 要有充满 我也是在学这个 因为以前 背教也是就是 老师叫我怎么算 叫我怎么算 老师怎么教我的 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 要自己认识一下 好好的写 好好的写 写好的把那个 第七大题把它算完 第七大题把它算完 算完之后 下面那些题目 请你回答一下 你看 我那个 惩罚除法还没讲 惩罚除法虽然还没讲 你自己想一下 其实 其实没困难 你有办法用我刚才说的 想法来解释 来解释 来解释 你的除法 要怎么决定 你的惩罚跟除法 要怎么决定 最后的答案 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 要不要想 要怎么想 写的很好 那二加敷一点多少 大胆一点 倒一边 倒一边 就是纯倒一边 对大胆一点就是这样 了解 来 算完了 第七大题自己算完 算完了麻烦你下面那些题目 那些题目不好回答 但是那些题目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 你看看你能够回答多少 试着试 直接跳到最后一题 大胆一点 大胆一点 我当时没有什么对错 你才勇敢说出来就好 自己上看看 所以你很有概念 非常好 你这就不用试 是什么不用试 你已经算了 因为他的题目来 等一下慢慢来 他的题目就是-12加-7 你知道你要算这个 就是直接算这个 对不对 你算了是-19 可是他要的是这个 所以你知道答案写他 写得非常好 你接下来这套题目就结束了 你这样就改题目了 你记得题目 题目不一样 你看这个要擦掉 你这题已经算了 来 譬如说像这一题 那-12加-7怎么办 他们两个是相反的 会抵消 对 两个会抵消 抵消有什么意思 一张一张抵消 我七张你十二张 一张一张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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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存多少 对 存五张 五张是 到一边的 证的那边还是负的那边 啊 这边的几张 负的这边七张 证的这边几张 十二张 存到一边 存这边嘛 所以我们答案要瞎想 五还是负 对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已 那这一题呢 十二减负七 拿掉缺点卡 等于是什么 我拿掉缺点卡 等于是我给你 又有点卡不是吗 所以十二减负七 相当于是十二 我从你那边拿走缺点卡 相当于是我直接给你又有点卡 不是吗 对了 那给不就是加吗 所以十二减负七 可以改写成十二加什么 对 写上去 十二加七 然后算出来就答案 记得哦 记得哦 要练习 要练习 这个也同样 这个数字你先不管它 这个数字要拿掉七张缺点卡 对 拿掉七张缺点卡 相当于是什么 加什么 对写上去 所以你要写负十二 加 七 好 然后等于什么 算算看 一进入加法 它就会互相抵消 一张一张消 消到买到看传诚 对就这样 好好好想 好好想哦 你这四题要好好想 好好 后来回不记得 嗯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 因为它是十二 减法是拿掉 拿掉七张缺点卡 拿掉七张缺点卡会变什么 我直接给你又有点卡 我给 给是什么意思 本来我现在拿嘛 对不对 我现在给嘛 给那不就是加吗 所以就是十二加什么 十二加七 对十二加 十二加七怎么会变负的呢 来算是写出来 陈楚先放放着 对 先置两点 不错 那个12除以4多少 这很好想的嘛对吧 12除以4很好想的嘛对吧 -12除以4呢 很奇怪呢 它怎么可以算呢 先看我这 很奇怪 你敢知道我说的奇怪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是怎样可以算 不安平啊 不安平他可以算 这两个的安平有意思吗 我往前走12步 是我往前走4步的三倍有得力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往前走12步 是我往前走4步的三倍做有得力的对吧 你这个怎么可以 一个是往后走 一个是往前走 你说往后走是往前走的几倍 这是要怎么说几倍 这是要怎么说几倍 所以你12除以4等于3 那么 -12除以-4 不3还奇怪 我再说一次 我从下面往上我走12步 这一个可以说是我一次走4步 那我就走3次 对不对 这个叫做12除以4等于3嘛 那什么叫做-12除以-4 我走的路 刚刚在电头边而已嘛 对啦 -12除以-4 我也这样走 我来走整次才能到这里 过得不好 我一次走4步 我一次走4步 我要走3次才走到这里 这个叫做-12除以-4 会等于3 12除以4如果等于3 -12除以-4绝对是3 所以为什么负数除负数 一定会是一个正的 图形就这样解释而已 -12 那这个要怎样 -12 -12 这是要怎么说 -12 -12 好 你一个是-12这样走 一个是这样走 那你是要怎么比 两个方向有一样吗 -12 不一样是怎么可以做除法 -12 不得力啊 -12 俊龙先看我这里哦 -12 我要先做一个动作 -12 -12 我才可以进行运圣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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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4 15 -15 -15 -20 -18 -15 -20 -15 我怎么变方向 是不是刚才电头变 所以我要先给你转变方向 先给你转变方向 先把你的这个什么 负十二变成什么 他有法变成这样 就要对他加一个负号 对吧 我要先先跑到你那边去嘛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你先变 我这个除以你 你是我的字 你不会除一下 我们两个人同方向再可以 同方向再算一下 我要怎么同方向 我就要改变你的方向 所以我必须要加一个负号 我必须要加一个负号 你可以把负十二变十二 你也可以把四变负四 只要一个负号就够了 因为这两个就要有自己的变方向就好 对不对 变了方向之后 负十二变十二 哦可以算了 十二是四的 三倍 这个是拿来干嘛的 改变方向 改变成什么 等一下慢慢来 这个是拿来干嘛的 这个是拿来把 对 对 如果你是给他用 如果你是给他用 就是把负十二变十二嘛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你也可以给他用 就是把他变什么 负四 所以你不能没有他 因为用他来怎么样 把他们转成什么 同方向 所以这个负号是把这两个 这个这个功能 这个的功能 这个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把他们两个怎么样 变成 同方向 来 请你们把这一个写在笔记本上 先写上下再写中间 都可以 那那也就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十二除以负四呢 答案哪个多少 如果十二除以负四呢 答案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先变方向 对不对 因为那两个不同方向嘛 不同方向 我要先把其中一个变成 我可以变他 我也可以变他 只需要一个负号就够 只需要一个负号就够 所以为什么 最后的答案只有一个负号 因为这个负号可以拿来改变他的方向 也可以拿来改变 改变他的方向 改变一个就好 我把你改变成正式 方向一样的可以算了 十二除以四等于三 所以为什么符号不同 符号不同 他们在做乘法除法的时候 最后的答案一定是负号 因为我需要那一个符号 来改变他的方向 我要变到同方向 他本带就同方向了 没问题了 同方向除以同方向 所以同号 如果他是同号 我对他不管是做惩罚还是做除法 同号 惩罚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 只要他同号 不管他在做惩罚还是做除法 最后的结果都会变什么 正等 如果他是不同呢 如果他是一号呢 来做惩罚呢 最后的答案一定是什么 对一定是负的 因为我需要 我需要这个负号来怎么样 把他的意号 这个负号的功能是把 把意号 这个负号的功能是把意号变同号 好好的写哦 负号的功能是把意号变同号 然后那四题 四题除法把它上完 四题除法 有的答案可能是分数 你就直接用分数表示就好了 你们那个昨天写的那一张要好好写啊 因为机车会考就是这样子考 加减乘除一起来 剩五分钟 你们那个先乘除后加减 这是约好的啦 因为没有一个约定的话 大家答案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是先乘除后加减 括号先算 括号先算很重要 因为他打包了嘛 他已经打包起来 那个没有先算没有道理啊 四则运算他会一起考你 那是每一次考试 他都一定会考的东西 把它写对 把它写对 那个把昨天那张作业单拿出来 因为你们蛮多人都写错的 昨天那一张 我记得昨天那一张是 让你们练习四道题目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啦 黑板的已经都完成了 你把那 你把 还没发吗 有的交来的 交来的都有问题 都没问题了吗 还没想到吗 来借我一下 还有你们 你们真的要认真做丁正 我会认真给你们带 可是我发现你们都没有在做丁正 太没用了 要想办法找时间 因为一天一天这样过 如果 如果一开始 我说只有28堂克 我现在只剩下25堂克而已 这堂克再结束的话 我也只剩24堂克而已 很可怕 时间在过是很可怕的 这边怎么剩 稍微交一下 这一个里面有次方 有乘法 有除法 哪一个要先算 刮好起来一定要先算 因为一个人打包啊 因为刮起来一定会要先算 因为他打包了 所以次方一定要先算 因为次方一定会把它刮好起来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算 什么叫三次方 你们会算不对哦 三次方有什么意思 连续乘三次哦 所以你可以在试底下算一下 负三分之二连续怎样 连续乘几次 连续乘三次 对不对 你看嘛 这两个 这两个是不是同号 所以算出来会什么 正的嘛 对不对 这个正的跟这一个呢 这两个乘起来是同号嘛 对不对 同号算出来是正的 对不对 可是这两个同号之后呢 同号之后变正的 这个跟他 结果又变怎么样 义号 所以义号乘起来 就要变怎样 负的 再来 三三三 二七 二二二 同学你们写慢一点 你们写慢一点 四除以 负二十七分之八 再来后面哦 后面照抄乘以负二 再加上 来这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到底是什么 注意看哦 注意看啊 注意看 负四二次方 跟负四二次方 你们太多人 这个地方写错了 点管弹 会比较不一样 这个负号 要不要平方 这个负号 要不要平方 下面的要 上面的没有 上面的平方 只给他 只给这个适用而已 所以这个的算法是这样 负号在旁边 然后呢 四四 十六 这个不是 这个是这整个平方 所以你在下行的 这样负四 这个 对不对 再一次 两次 所以他会等于多少 同号正的 对不对 所以四四多少 也就是说这一体是上面这一个 你们很多人都错在这里哦 所以你这边应该是加上什么 加上 负十六 接下来 四 我们昨天才刚讲过 来除法 除掉一个数 我可以改写为什么 乘以什么 这一个数的什么 导过来嘛 对不对 我要把它还原嘛 对不对 还原到一嘛 我要把它还原到一 我需要的是什么 那我要把它还原 一定是用同号去还原啊 所以负号不会不见哦 所以负二十七分之八 的导数是负八分之多少 二十七 最后再乘以 负二 哎同学 好加上负十六 先留着 再来这个怎么算 你要约分之前 你要先清楚谁在分子 谁在分母 谁在分子 谁在分子 四到底在分母还是分子 这个在分子 还有谁 这个在分子 还有谁 这个也在分子 这一个还记得吗 我们有讲过 我们有讲过 一的三分之二贝会等于三分之二 如果是五的三分之二贝是乘到哪里去 乘到上面去 两的会变十块 一样是三等分的情况之下 一样是三等分的情况之下 所以两的 四的 四贝 两贝 它们是在上面的 所以老实说你写起来的感觉应该是 这一个是正的对不对 这一个是负的 这一个是负的 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正还是负的 他们两个同号对不对 乘起来变什么 正的 这两个是正的 正的之后再跟他又同号对不对 所以最后结果也没有负的 没有负的 所以就会变成什么呢 直接写数字的对不对 就不用写幅号了 就变什么 八分之什么 四乘以多少 二七还有什么 然后最后的加负六 加负六 我加上缺点卡 你要改不改都没有关系啦 我先留着好了 这个怎么算 这个是两倍 这边有没有两倍 这个是二 刚好二四多少 二四得 八 所以八倍 八倍被拿掉 上面八倍下面也八倍被拿掉 还剩下那个一喔 所以会剩下什么 加负四一 答案就上面喔 下面四一 答案就上面 答案等于多少 二十七 加多少 刚刚我们才刚谈过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负的 两个会怎么样 抵消抵消之后 到底是这边赢还是这边赢 这边赢 对不对 所以答案会不会有负号 不会有负号 答案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你们算你们有人算出九 你们写东西还要再细腻一点 把这里写完 把这里写完 要交 来写完交过来给我 这个要写在笔记本 这个请你们写在笔记本写一遍 还没写的 退回去写 现在立刻写 现在立刻写 你写好了 这一题呢 这一题呢 写在笔记本上 这里把它写好才下课 这里把它写好 写在笔记本 自己上一遍 现在不好意思牺牲一下 现在不好意思牺牲一下